大家好, 華記4月7日深夜直擊報道 今天時事不說, 梁家榮去立法會 陳淑莊, 歐若軒入聚等貓監 全部不說這些, 很煩厭 聽這些, 很煩厭 很多人說的, 因為我今天看到很多KOL說的 我就不想浪費大家寶貴時間 今天就想分享一下一些正能量的東西 今天就去了一個Zoom的地方開會 如果很多Youtube旁邊的人不知什麼是Zoom 就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現在是防疫當中 4個人以上的集會就是犯法 我們有什麼方法呢? 不需要說犯法, 很簡單 我們就可以在你的手機上 按一個叫Zoom 這個Zoom就是普通版可以不用錢的 你安裝了Zoom之後 你是召集人 你就可以把連結, 有個Login Password 就給予這麼多人 然後就在手機或者電腦那裡 我以前, 譬如說 跨國公司五地分行 譬如我之前, 過去幾年 都在東京大阪上 我在香港、澳門 幾個地方同一時間開會議 很安靜的 甚至乎現在每個星期 都是綠河君堯 支持23條 都是用Zoom來做的 我們 這個很好用 這個可以推薦給大家 普通版是免費的 普通版是免費的 普通版是專業版先要收錢的 它有試用版的 在這個疫情底下 如果大家想聊天 就用Zoom可以同一時間 三個、五個、十個、二十個 都可以加上去 用電腦就更好一點 好了 今天就想說一下 我用Zoom開會 因為明天 業界本來是有一個 會面的 有記者招待會 即地產商會那邊 但因為明天 林鄭政府出招就取消了 我想說一下 我開完會之後 我去了鄧家彪 即是2012至2016年的 立法會議員 之前一向都是公民 即是共聯會 現在就騎上民建聯 我想說一下鄧家彪 其實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 2016年沒有做了之後 然後就選區議會 剛剛有 區議會又輸了30票 就被反對派的黃毛小子 我想說一下鄧家彪的工作態度 就真的很好 即是今天 我看到他 其實現在 他有 即是 立法會議員 單歸去區議員 區議員 都沒有了 還在默默耕耘 天天在努力打拼 其實這些 正正是一個 我們正常人 工作 永不放棄 大家都等個機會 還有 努力 都在打拼 將來 雖然眼前 什麼都沒有 什麼議員都沒有 其實 很老實 就說收入 跟以前 相差很遠 但仍然 有一夥 使命感 服務市民 因為 各辦事處 雖然現在沒有選舉 但他們都是很多事情忙 因為工聯會有很多課程 例如有些中醫 各方面 都很多事情 都在支持社會 以及幫助社會 所以我覺得 其實很多人默默耕耘 我又想說 有一宗是笑料 有一個熱問世 奧家蓮 靚靚仔仔 今天 發了照片 駕駛的士 然後很多網民 就說 在現在雙鬼拍門 夾雙管齊下 又新型冠狀病毒 又黑暴 各方面 搞到 連TVB都沒有公開要 奧家蓮駛駛的士 其實 我想跟大家說 他就澄清了 他只不過有個Fan 駕駛的士 他只是跳上去騙個讚 但是 反過來 我又這樣說 駕駛的士又如何 很多之前的副導演 導演不夠洗 都是去兼職一下 看看肩 或者是去駕駛的士 都沒什麼所謂的 你正才來的 駕駛的士 現在真是受人景仰 你隨時被人劏死牛 那我就想說一下 我記得有些事情分享 就是 我記得我以前 因為我上次說了少少些 年青時候的事情 我1989年至1994年 我在旺角的伊利沙伯夜中學 就讀了六年夜中學 我記得那時候 就 我由中一到中五 因為夜中學 第一班是三四十人 四十幾人 但是由中一到中五 全活率只有20% 只有幾兩人 是可以由中一到中五 那些人通常以前 讀夜學都是追求女生 那我當時 我為了她的決心 就是 我記得我幾年是 戒了牛肉 就是我由中一 因為她是很有趣的 她在伊利沙伯夜中學那裡 她地下那裡 就是中一 中二 上二樓 就是中二 中三 三樓 四樓 五樓 最高那一層 就是中五 中六 那時候 我們是一年上一級 真的上樓梯 那時候 覺得漫漫長路 怎麼捱呢 不如立起心 牛吃草 這麼慘 不如我 那時候 十六歲 讀中一 夜中學 夜中學來說 算小 因為全部出來做事 那 戒了五年牛肉 終於 所以 可以 去到中五 讀了六年 重讀了一年中五 我讀了兩年中五 為什麼呢 因為那時候 讀了中五之後 人們覺得 唉 已經達成了 這個 致遠 接著 那一年 每天都 逃學威龍 又去打Bandball 不是不上學 是在外面打Bandball 是不上課 每天都去打Bandball 那幾年 我考了車牌 又考了的士牌 日後做地盤 放假 晚上就讀夜學 有時候 夜學放假 暑假 或是星期六日放假 我經常去做工 開的士 那時候我開的士 是很瘋狂的 我五點鐘拿車之後 知道第二天早上 是七點鐘才拿車 我是十四個小時 直踩下去 我記得 這是奧嘉年 他說開的士 我說一下的士的趣事 我開的士的時候 因為十四個小時 我就是人不離車 什麼叫人不離車 你知道在的士要吃飯 我們一路開著車 停下來之後 沒有客人的時候 就拿著飯盒 吃飯的時候 就像鯊魚一樣 那對眼 停下來之後 就在那裡有客人 一見到前面 走出來想遞起手 立刻放下飯盒 就去 立刻再過台客 因為一遞手 就有一張銀紙飛過來 開的士 那時候 我們擦了十四個小時 我一天可以踩四百公里 我是瘋狂的 我發錢寒的 告訴大家 那時候開的士 擦缸 我們可以擦四百多公里 一天可以做千多元 說的是二十多年前 二十多年前 開的士 早上 早上 因為我是替家 我當然是捏到盡 完全是不下車 人不離車 十四個小時 不斷在車上 不斷鬥 好像鯊魚一樣 見到有客人就衝過去 立刻上車 那時候又沒有八折檔 我記得那時候 有一次 最可怕的 廁所也不知道 十幾個小時 一下車 那雙腳好像浮著 好像在雲上 一下車 站不穩 但是那次 都很厲害 做了一個多兩個山 好像一千多兩千元 二十幾年前 都很厲害 這就分享一下 其實開的士 那時候的趣事是這樣 其實開剃工都沒什麼所謂 現在我看到很多人 退休了 不休兩餐 大把房子收租 他都過來開幾天 因為他說 免得對著老婆 打的士其實都挺搞笑的 有時過一下日晨都可以的 那我其實呢 今天就分享一下 就是說 很多人呢 都是默默耕運的 就是呢 我希望呢 在這個疫情底下 其實就很多人呢 就說 失業啊 或者 有些 譬如說 不如意 經濟上的問題啊 各方面呢 我想 看開些 看開些 因為 在現在的疫情下面呢 是先補了一條命先 補了一條命先 補了一條命先 好像說 喂 為何那些人說我今天 喂 為何我要這一套東西 和阿鄧交給他們開會啊 或者什麼 喂 我們作為一個負責任 的正常人 經常都要去不同的場合 見不同的人 那我現在就習慣了 見人呢 飯都不吃的 自己一條人先吃飯 水都不喝的 出去 那我就 戴個N95 接著拍攝那一塊鏡 見誰都好 這個故事要分享是什麼呢 我們在衛生防護中心 它有一個標準 譬如我今天 四個人去吃飯 去到一個公眾地方 如果去到我不吃飯的 我是戴著那個N95 和戴著那個防護罩 戴著帽子 四個人裡面 我是完全沒有吃飯 離開了1.5米 跟著譬如聊天 他們三個人 其中有一個人 我們這些 是沒有緊密接觸的 如果他們的口罩 剝在吃飯 超過15分鐘 如果我沒有記錯 大家會糾正我 在這個情況下 他們是有緊密接觸的 很簡單 就好像我之前也分享過 我坐飛機 是我口罩都不剝 沒有又不剝 戴著眼鏡 食物又不吃水又不飲 廁所又不去 就在日本 其實我們要這樣做 就是把自己的感染 那個機會降到最低 最低 有些人就說 華記你今天這麼誇張 或者你為什麼要這麼誇張 我肯定是完全是乾淨的 那我既然是乾淨的 那我怕別人惹到我 那我當然是自己做一些防疫中心 那我譬如我去完很多的約會 或者回到家也好 跟著見其他達官貴人 什麼都好 戴面膜也好 那別人起碼叫做 喂我們這麼自律的 這麼防護自己的 那起碼會給予人信心 不是說 喂 我之前為什麼經常說 脫口罩或者這樣 那樣 你記住 我脫口罩 其實一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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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那些酒吧或者有些娛樂場所都要關門 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其實就要做那個防護功夫 希望大家都將那個抗疫提升 那最後時間關係 都要呼籲一下 23條去到180幾萬 我們希望創造奇蹟 因為只要有這個23條 我們香港才會有一個比較清晰一點的未來 那不是說你9月立法會又輸 現在又說功靈組別 又說要團體登記 9萬幾樣東西 搞那麼多東西 你有個23條就搞定 所以說都說得很沉 我們都是用身體力行這樣支持 那好吧 那時間關係 大家早點睡 多謝 不論是投資 創業 置業 留學 旅居 都可以感受到高品質生活 一起去尋找快樂時光 世家流行地球村 究竟哪裏最適合香港人的石根空 當然是日本 想來東京大阪享受高品質生活 我能去知或者創業 我楊姑都可以幫助你 WhatsApp 查說 如果發生 要把握 請問 請多謝 大家好 我是市集21 新斋橋分店的收走 大家也可以教我小趙 我在日本生活8年了 對大阪非常地了解 我從事日本房地產工作 已經4年多了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 大阪的房地產投資 日本的移居 可以聯繫我 這個是我的微信號 我們公司在新斋橋附近 我在大阪等大家 謝謝大家